各位好,我是民主鬥陣的簡年幼 那在昨天晚上我們就跟賴律師入住了這家飯店 那其實剛剛賴律師也說得很清楚 我們所有的行動跟我們想要表達的訴求很簡單 就是拒絕這個黑箱的王章會 並且我們採取的手段也只是把布條想要從窗戶沿著這個外面的部分 可以讓他被表達 這不只是我們這一群七個人的意見而已 我相信這同樣也是今天在這邊曬了這麼久太陽 所有在這裡站出來抗爭的人的心聲 並且這也是所有台灣人的心聲 那在今天早上的時候就有一個敲門聲 那這就是我出去應門的 因為我們都還在睡覺 因為我們本來想的真的很簡單 只是垂掛一個布條 我們也不需要什麼太多的準備 一開門就是五位標形大漢 我不清楚他們是否是國安 但是他們從頭到尾沒有表達過自己的身份 只有說我們因為沒有登記每一個人的住房 所以他想要進來查看 這是第一次很荒唐的事情 他沒有表達身份 可是他想要來進入我們的房間 我這個時候跟他說 你不行進來 你必須要等我們準備好 我們現在都還在睡覺 你不能進來 所以他們就先 但這個時候他們也是有一直推我們的房門 那後來他們是表達說 可以等我們一下子 那只是這個時候他們就一直要求我們 所有的人必須馬上離開房間 但像我剛剛所講的 從頭到尾這幾個人完全沒有表達過他們自己的身份 一直到後來第二波的行動 門外的人開始在敲門 雖然他們之前已經說過要我們撤去房間 但這個時候他說 外面就從來的聲音說他要請警察來 可是後來又有人從外面的聲音 一邊敲門很大力的 一邊敲門一邊又說room service 我要問 這個國家 這個私人的人民跟人民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需要因為一個中國官員來台灣的時候 就必須這樣欺騙自己的人民 毀壞自己國家的法治 更不用談這個國家應該有的民主 在這個時候他們一直一直用暴力的手段來強 強力的攻擊我們的房門 最後我們的房門被踢開了 這是基本上早上的一個過程 那我在這邊代表民主鬥政必須要說 不管是今天的這個王章會 或者是他接下來的行程 還有我們必須要注意到 立法院還是一直在推臨時會想要處理兩岸之間所有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再次強調 在立法監督的機制還沒有完成之前 政府馬政府所有強推的任何的法治或者是協議 都不會經過人民的授權 都是每一個人民必須站出來表達反抗的心聲的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